也就是说 所以现在像刚刚我们谈到前列腺来 他的手术方 原来的放射线就一放的话 放射线在很大的范围 因为前列腺会移动的 所以整个放射线可能把肠子 或者是尿管 其他东西都受到影响 那现在就慢慢发现说 我们的放射线治疗 可以在很小的一个区域 所以所有的负重用就少了很多 所以他们觉得说 很多东西治疗以后 人还是可以活得很健康 就是还是可以照原来的方法生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福音 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文基博士在药物的研究方面 癌症治疗药物研究方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或者一些可喜的这样的进展 一般的现在药物就是讲到说 要对症下 而且说对一般 不只是说今天你是多严重 这个严重性能全部都某一种药 现在他们就发现说 对每一个病人来讲 他这个情况他会不会再复发 都不一样 因为是因为他的基因的组成 还有各种其他的因素 所以他们同时考虑以后 就是说对这个病人 同样是第三期的癌症 然后这个病人可能他比较不会复发 他就可能不做什么治疗 或者是比较比较这种简单的 或者是不是那么好像化疗要很强烈的治疗 那对某些人来讲就需要这样 所以现在最大的这个趋势就是说 对每一个病人又有特别不同的疗法 对 这个药物的使用就要看到他本身的这个基因啊 还有他在各样的那个 实际上这就是最近比较提倡的一种叫所谓的叫个性化疗法 针对某一个病人 由医生来制定一个这种比较针对这一个病人的 这样的一种特别的一种治疗方案 对 不过这还是很长的路要走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类的基因 已经好像已经知道是什么基因 都已经把它看出来了 可是到底怎么样的基因的改变 会让这个人容易得癌症 或者得其他的病 或是容易他的癌症会比较严重 这都是还是很不了解 我们还是不是很了解 可是这个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说所以在治疗上能够更精确的个人个人化的话 那就是当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还有寿命都延长 说到这是个性化治疗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 我听一些医生说 现在癌症的治疗基本上在全球呢 也是处于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呢 都是比较标准化的 是这样 我们实际上只有两秒钟的时间 其实要看啦 就是一般我们有一般的标准 可是我觉得很多新的那个技术的话 他们有很多很多新的治疗方法出来 嗯 好了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保健原地节目的专家话题呢 就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非常感谢梁文基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呢 也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专家或者医生提供的只是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要及时到当地医生那里去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再次进行大家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每年被诊断出患肝癌的病人有100多万 多数患者在不到一年内死亡 那么因为90%的患者的肿瘤太大 或者病情太复杂无法做手术 现在医生们开始使用一种强有力的治疗方法 利用微小的玻璃珠来杀死癌细胞 这种方法成了一些病人病入膏肓的救命的金丹 如果按照资料统计 沃尔德伦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 医生告诉73岁的沃尔德伦 他的时间不多了 4到6周我想是 我们在一起40年了 对我来说时间还不够长呢 肺癌还不是主要问题 问题是10英寸大的毒瘤 侵害了他的肝脏 他的肝脏里长得像甜瓜那么大的肿瘤 因为肿瘤太大 医生无法做手术 他们换了一种叫做无限栓塞的治疗方法 针对沃尔德伦的病例 他们给肿瘤注入600万例 放射性微球或者玻璃珠 比头发丝还细的珠子 发射辐射 杀死癌细胞 实际上是把高剂量的辐射 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 有毒治疗让沃尔德伦难受了一个月 我知道会这样 但如果这还不行 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 结束了 可是扫描结果表明病情有所好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肿瘤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得到了控制 几乎所有的肿瘤都完全分解消失了 真是个奇迹 沃尔德伦还通过手术切除肺癌 一年之内他就脱离了癌症 死神的威胁 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没有他生活就不会有任何意义 没有他 我想我挺不过来 经过猛药的治疗 更加强烈的爱 现在才有更多的时间来滋润成长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最后 儿童肥胖继续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普遍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 过多的食用零食是造成儿童肥胖的最回祸首 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或者肥胖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一些肥胖的儿童只有三岁 但是已经有了患心脏病的前兆 另外的研究显示 肥胖的儿童到成年时继续肥胖的可能性更大 这项研究还发现 美国儿童平均每天除一日三餐之外 还吃三次零食 而零食所摄入的热量几乎占 他们每天摄入热量的三分之一 北卡罗兰娜州的研究人员 研究了30年间美国儿童的饮食习惯 他们研究了2岁到18岁之间的 3万1000名儿童的数据 研究发现 甜食和加糖的饮料 是零食快餐中的主要热量来源 紧随其后的是偏咸的零食和糖果 在最近一次关于儿童肥胖的听证会上 美国总医务官对议员们表示 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让健康的食品 更加可及和更加能够负担得起 他表示 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共识 认为我们整个国家 需要重新创建我们的社区和环境 使人们不需要花费更多的钱 就能买得起健康的食品 数据显示 儿童肥胖的几率在过去30年增长了三倍 要改变这种趋势 专家们认为 学校里的自动售货机 应该提供更加健康的选择 我们需要做更好的工作 保障这些自动售货机里的食品 保持健康 现在已经到了该制定一个标准的时刻了 美国第一富人领导发动了一个项目 鼓励学校的儿童多吃健康的食品 并且多运动 阿巴马政府还宣布了一项 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拨款 让销售新鲜产品的食品店 能够建立在服务不健全的地区 许多州教育机构 削减了休息和体育课的时间 联邦政府呼吁学校 要让儿童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体育活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今天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再次感谢梁文基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积极的参与 最后还要提醒您 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浏览最新的文字和影像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